推出开放天空条约 合并欧非司令部启用第五军团 美政权交接之际 为何执意将俄逼入墙角 俄指控美驱逐舰进入俄领海 美坚决否认直称美这回事 竞争升级的俄美是否存在对撞风险 五角大楼审计三年外 美军战备状况疲态尽险 美军舰艇今有三分之一能够出海 空军军机半数趴窝飞不上天 俄罗斯则在稳扎稳打升级战略武器 美军皮仪尚能战斧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两位军事问题专家 一位是宋小军老师 一位是李亚强老师 欢迎两位 那本周都发生了哪些热点的军事新闻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军情燃力榜 小叶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和央视网联合发布的军情燃力榜 来看本周都有哪些热点话题 首先来看第一条 据美国世界日报的报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 于当地时间24号晚升空 再送了60颗星链卫星 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上的太空 继续来关注 据印度媒体11月25号的报道 印度从美国租界的两架捕食者无人机 已经于近期到货并且投入了使用 英美表示 这种无人机出色的空中侦察能力 不仅可以用在印度洋进行监视 也可以部署在中印边境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 据俄罗斯卫星网26号的报道 俄军部队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反导导弹 24号 俄海军亚森M级核潜艇 顺利完成了口径巡航导弹的试射任务 命中1000公里外的目标 继续来看热度是四颗星的新闻 据美国驱动网站的报道 今日美国空军发布了一架 B-1B战略轰炸机进行挂弹飞行测试的画面 这款轰炸机首次在机身下方的挂架 挂带了一枚AGM-158空对地巡航导弹 未来总挂弹数量将有可能达到36枚 最后来关注热度最高的新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号的报道 专家认为 延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将是拜登政府在军备控制领域的首要任务 美国不太可能重返开放天空条约 以上就是本周军情燃力榜的全部内容了 沙晨 谢谢小叶 我们看到22号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其实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退约已经不稀奇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 最终是选择在了政权交接期来退出 而同时我们还看到 美国陆军的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做了合并 还启用了在波兰的第五军团 具体情况 首先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美联社报道 11月23号 美国总务管理局确定 民主党总统后援人拜登 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赢家 通知其可以启动过渡进程 而就在新旧交替之际 美国又退约了 22号 美国政府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 莫斯科不排除在美国之后 也退出该条约的可能 俄方未来如何行动 将取决于其他缔约国今后的表现 尤其是美国盟国的协作水平 德国外长则表示 对美国此举表示遗憾 但德国仍将遵守该条约 日媒担忧 美国接二连三退出军控条约 不可避免的 会给全球的核管理体系 带来恶劣影响 退约之前 美国陆军于当地时间20号发布声明 正式宣布其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并 总部将设在德国 与此同时 美陆军重新启用的第五军团 也于当地时间20号抵达波兰部署 据星条奇报报道 美军在欧洲的新司令部 将继续关注策划军事行动 而第五军团将负责轮换部队的训练 并配合盟友联合作战 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阻止俄罗斯侵略该地区 首先宋老师怎么看 就是特朗普政府 这个时候在政权过渡期以来 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当5月22号 蓬佩奥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时候 实际上他并不认为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选不上 那么他退出想要取得什么效果 而并不是说 突然特朗普没连人 对吧 给拜登留什么 那当时设想是什么呢 当时的设想是 有意思是 他其实在第二任期 不管不顾了 他就会更加地强调美国优先 因为开放天空条约 弄一个RC-135两架飞机 照来照去这些东西 更多的是为北约的盟友服务 但是北约的盟友 对于美国来说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服从 那蓬佩奥觉得这条路 就必须用一种最狠的办法 就是我原来我帮助你的事 我一件事都不干 彻底毒死 你让你来跪求我 否则的话咱们就别交往 他说奥巴马原来弄的那些 什么重返亚太 就是个笑话 他意思奥巴马太柔和 没用 其实他很直接 他就是说 我先断掉 我原来帮助你一切的口粮 然后你看着办 你在中美之间或者美俄之间 你马上就得站队 开放天空条约等于是美俄 对 你要不站队那对不起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帮你 俄罗斯威胁你活该 跟我没关系 接下来李老师怎么看 从军事意义上讲 航空侦察的意义 远不是卫星侦察所能替代的 航空侦察呢 它比方说用了比较高清 高清晰度的照相机 用那个红外的探测的 甚至用雷达技术 核重孔径雷达 它可以很好地掌握战场的情况 这是远不是卫星所能替代的 它的精确度更高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它的灵活性要比卫星好 卫星我们知道 分详查和普查 如果你要详查一个地方 你必须要改变卫星的轨道 反复地降轨道 去查一个地方的话 对于卫星的寿命 影响会非常大 但是飞机就不一样 飞机和国反复地飞 再有一个呢 从军事意义上来讲 任何侦察都代替不了 抵近侦察 牧师侦察 开放天宫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在我们讲 俄罗斯跟北约国家 交界地带的 潜进纵深情况的变化 在这个地方恰恰是 常规军事斗争 最激烈的地方 这个很多情况 并不是卫星能够完全准确判断的 或者准确掌握的 那么通过航空侦察 可以比较有力地 去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从积极的意义下来讲呢 开放天空条约 是军控防止大规模的战争的 一个比较有效的监测手段 美国星条旗报 今年8月份有个统计 它说从2002年以来 美国在这个 开放天空条约框架下 一共做了201次侦察 其中三分之二在俄罗斯上空 俄罗斯呢 对北约国家做了77次侦察 如果从这个对比数据来看 其实美国这方没有吃亏 其实还占点优势 但为什么他要选择退出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 大数据的观察 小叶 好的 美国比俄罗斯 在开放天空条约中 享受了更多的好处和利益 退约之举实在是反常 为何行此反常之举呢 我们来看 一方面 飞机不够用 美军最近20年都没有开发 新型号的有人侦察机 目前美军为开放天空任务准备的 OC-135B 已经处于了备件较为缺乏的状态 C-135运输机已经停产 退役已久 维持现有机队很困难 B-2等侦察机则不适合执行 要求特殊的开放天空任务 而美军的C-130 C-2等性运输机 也不适合改造为侦察机使用 另一方面 钱不够用 OC-135是美国执行 开放天空条约的主力侦察机 目前美军保留的三架OC-135中 一架封存 其余两架需要升级侦察设备 首架大修费用约1.25亿美元 这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 美军的各型飞机的运营 和维持成本都不低 以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中 2018财年的运营和维持费用为例 总价格最低的是 海军KC-130T大力神机队的 1.1803亿美元 最高的是空军KC-135T 平流层加油机队的 42.4亿美元 而且美军若要提升飞机的可用率 必然需要加大维护资金的投入 例如B-2轰炸机的运营维持成本为 每年每架4000到5000万美元 E-3哨兵飞机则为6000万美元 每增加一架可用的飞机 都需要更多的资金 而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后 美军取消了大修计划 将这些资金用于其他项目 可见美军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部分原因在于钱袋子的不足 查陈 谢谢小燕 刚才这个新闻当中其实提到了 美国不光是退约 而且启用在波兰的第五军团 这样一个部署对俄罗斯的影响是什么 波兰它实际上在西欧和东欧的 一个结合部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在整个欧洲这个地方 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 对俄所谓的斗争的前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把军力部署在这个地方 它对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压力 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未必这是实战部署 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意图 绑定波兰 吃定波兰 从军事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要能够快速反应 能够显示更强硬的姿态 美国在部署的时候也提到了 就是第五军团 它是负责轮换部队的训练 欧非司令部 它是专注于策划行动 这两个司令部的合并 并不是今天才合并的 是早就定下来了 第五军团司令部 这个倒是突然 因为原来第五军团司令部 是在美国本土 按照2019年 北约年度报告的时候 它是要搬到德国来 但是当时特朗普说 要从德国撤军 对 而且这个司令部 也不在德国了 我就直接搁波兰 对吧 这个倒是让拜登很难受 但是我们也看到 拜登的整个的安全团队 都已经说了 不能得罪欧洲盟友 就是这件事 不一定能成功 拜登可能要搬回来 在德国对俄罗斯威胁 在波兰显得离俄罗斯近 实际上包括这个加利宁哥勒 和白俄罗斯两个集团军 一包就没有纵身了 就一下就给你包饺子了 但是非洲司令部 和欧洲司令部这件事 有可能是成 因为它属于美国 国防部军改的一部分 24号 美国的这个海军驱逐舰 约翰·麦凯恩号 在彼得大地湾 侵犯了俄罗斯的领海 当然是遭到了俄方的反击 我们看到遭到俄罗斯 反潜舰的撞击警告 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24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驱逐舰约翰·麦凯恩 在彼得大地湾 侵犯俄罗斯海域两公里 随后俄太平洋舰队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大型反潜舰发出警告 称类似行为不可接受 并可能使用冲撞手段 将侵入者驱逐 路透社指出 此次事件非常罕见 凸显出俄美之间 糟糕的外交和军事关系 近期俄军频频量出新武器 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的消息 俄军舰艇在白海 试射了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准确击中了远在450公里之外 位于巴伦之海海域的目标 导弹飞行速度超过8马赫 即今年10月后 告石导弹再次成功试射 根据俄北方舰队公布的消息 亚森M级攻击核潜艇的首艇 哈山号23号 在白海成功向沿岸目标 发射了口径导弹 在完成国家测试后 哈山号将于2021年 正式入列北方舰队 此外 俄军已拥有一款 擅长干扰敌方手机通信的无人机 俄南部军区近日还测试了一款 专门搜索敌方防空系统的无人机 俄塔社19号还报道称 俄罗斯已为研制一种取代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的新武器 奠定了科学基础 对先进火箭炮概念的科学研究 也正在开展中 李老师怎么看 就是这个约翰·麦卡恩号 在彼得大尼湾侵犯俄罗斯领海 从入侵到领海 线内两海里两公里 从这意义上来讲 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为了这种防止出现这种事情 他们还制定了 防止海上意外事件的这样一个提议 我们也都知道在冷战的时候 美国有条间谍船 电子侦察船 维普洛号进入到朝鲜领海 结果被朝鲜人俯获了 为这个事情 这条船现在还留在朝鲜的 所以进入到他国的领海 所能够导致的这种危险的事态 应该讲是非常严重的 而美国人现在这么做 跟俄罗斯的敌对意图 应该讲上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但我们注意到 这次是俄罗斯的一艘反潜舰 去撞击的 您是怎么理解 它这艘反潜舰的 虽然不是轻型航母 但一定是就是所谓比较坚固 东北比较大 那这样呢 在跟美国军舰的碰撞上的时候呢 我不太吃亏 特别是面临到 可能要沉没这样的损害 就太大了 所以我进行可能要碰撞 碰撞的话 它通常采取的挤压 是这种碰撞 但这也是碰撞 这样一挤呢 把这个船头的损失呢 双方都会造成一点 但由于我的比较坚固 我这么点 通过这种挤压方式呢 可能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个媒体的报道 24号这次事件呢 并不是约翰麦凯恩号 第一次卷入海上的高风险事件 应该说麦凯恩号作风很彪悍的 那为什么在这次遭到俄军警告 撞击了一下之后就离开了 那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大数据的观察 小叶 好的 近年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俄罗斯边境抵近侦察的次数 呈现了递增的趋势 但从未擦枪走火 在这背后 是俄军多年来驱逐外军舰机时 积累形成的高招 我们来看 第一招 近距驱逐 今年4月 俄军一架苏-35战斗机 在地中海上空 距离美海军P-8A反潜巡逻机 前方约7.62米处 进行高速倒转机动 引发了美军飞行员的恐慌 以至于一度在公共无线电频道中 大喊快停下 再来看 第二招 强力震慑 2014年 俄军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 在黑海地区 在90分钟内 12次超低空飞跃 美军的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上空 最近时距离美军的军舰 仅有9米 第三招 直接撞击 1988年 苏联海军望五号护卫舰 和SK-6号警戒舰 分别撞击了美军 约克承号巡洋舰 和卡伦号驱逐舰 使美舰迅速撤出了苏联海 此后32年 美军未在以无害通过名义 入侵俄领海 据不完全统计 历史上 苏俄进入一级战备次数 超过了100次 这表明 俄罗斯对边境防卫的警惕程度 非常的高 加之上述拦截高招 美军舰机很难占到便宜 沙晨 谢谢小叶 苏老师怎么看 刚才短片里提到的 俄罗斯南部军区测试的一款 专门搜索敌方防空系统的无人机 拜登或者民主党 甚至北约国家都反对 就把德国驻军推到东欧方向 但是美军还是有这个意图 或者甚至部分全推 那部分全推 一定要部署相应的防空系统 比如说爱国者 比如说更远一点的 我们说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的 陆基宙斯顿 特别是陆基宙斯顿 它既能反导也能反空 因为它装的标准的导弹 特别是对大型的 比如说轰炸机 或者重型的战斗机 它的防御能力 应该说比一般的防空系统要强得多 当然爱国者本身也是具有防空能力的 我可能是机动部署 通过欧洲方向 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 突然用大型运输机空降到欧洲 某些在俄罗斯边境上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要及时掌握 就像我们说退出天空条约 之后你的基础设施的部署 防空系统的部署 我用无人机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立马就报警 说哪儿哪儿哪儿 又来了防空系统了 对吧 哪儿哪儿哪儿又怎么样了 这样对于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投入最低 而且获取情报 最快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队 现代化改革 应该说是稳扎稳打 再来反观美国军队 我们知道从这个审计史的方面来看 五角大楼一向被称作是 唯一一根难啃的骨头 所以果然2020年 美国五角大楼第三次审计 不过关 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据美国军事网站17号报道 2020年美国五角大楼的 全面审计工作已基本结束 从当前情况看 五角大楼将再次面临 尴尬的不及格结果 或连续三年审计成绩均不合格 美媒24号报道称 根据美国政府 问责办公室的评估报告 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 美军现役46款军用飞机中 绝大多数机型的 可靠性惨不忍睹 可靠性完全达标的 只有老旧的UH-1直升机 另两种及格机型 是美国海军的E-6B 水星末日飞机 和EP-3E电子侦察机 美空军F-15E战斗轰炸机 只在半数情况下 达到战备指标 B-52和B-2战略轰炸机 等17个型号 9年来只有一次达到既定标准 而B-1B战略轰炸机 F-22隐形战斗机 和F-118舰载战斗机 完全达不到必要的战备标准 报告警告 美军战机部队 正处于成为空心部队的危险 此外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17号公布了一年一度的 美军战力指数报告 在该报告中 今年美国海军的战斗力 被评定为一般 报告指出 美国海军现役舰艇 总数接近300艘 但平均每天能出动的 仅有一百艘 这一百艘当中 仅有60艘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而且大部分舰艇服役 都超过20年 宋老师怎么看 五角大楼连着三年 没有通过审计 我觉得这有客观原因 我们看到目前的 除了米勒之外 前任的三个国防部长 全是军火公司这一拖子 武器装备这么老贵 而且美国军费增加 但是所有的武器装备 这美国有个统计报告 所有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在缩水 那就单价上来了 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一块 第二块打了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 有这么多人 为什么要撤军呢 大概在阿富汗驻军比例是这样 就是一个军人配两个承包商 就是比例 就是比如说有五千人住在阿富汗 有一万人是承包商 承包商干什么 就是管这些人吃喝住做饭买东西 包括大型商店 包括物流这些 甚至简单的说送快递 都是由这些承包商来做的 而在阿富汗那个地方 它又没 简单的财务又没有清晰的东西 一年你知道多少钱吗 OCO就是美国的这个战争行动 就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拨款项 对吧 叫战争应急行动拨款 这个应急行动不受那个各种限制 直接拨下来 大概在阿富汗三到四百亿美元 然后又说的 咱们说的直白点 没发票 然后又这么多人在这哗 伺候这些军人 那这是怎么审计啊 因为那是战士 说难听点全是黑账 这个账是没法查的 特朗普在任内连续推动 三次对五角大楼的审计 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有评论认为 特朗普极力要求审计军队的出发点 并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而是蕴含深刻的政治图谋 首先 图谋威信 特朗普缺少从军的精力 所以一直希望在军中立威 其在任期间 美国的军费提高了18% 然而这却引起了国会议员们的质疑 认为美军中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 需要国防部对在过去20年间 所花费的10万亿美元军费 给一个明确的清单 这一提议几乎得到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 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到年底 特朗普开始大刀阔斧的推进审计 再来看 图谋形象 美军贪腐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2016年 美国陆军高达6.5万亿的经费 从国防部预算中不翼而飞 审计报告中存在着 大量的数字造假问题 2017年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中 有60多名高级将领 440名海军士兵因受贿被调查 显然 特朗普希望通过强力审计 展示自己的铁腕反腐的手段 在外界树立良好的形象 最后 图谋连任 今年 特朗普政府对五角大楼的审计总投入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03亿美元 但对军事设施的抽查数量 比去年减少了83% 显然 这种表面增强 暗地减弱审计强度的办法 旨在通过军方 为自己连任争取最大的支持 当然 随着拜登赢得了大选 特朗普的一番谋划 也就付诸动流了 沙晨 谢谢小叶 这个审计的结果本身就很尴尬 同时这个审计还暴露出来 就是美国海空军的这种战备状态 这是一个更尴尬的事 你怎么看 就首先我们来说空军的这种战备状态 46种飞机都没有达到 当时马蒂斯前任国防部长说的 要达到战备状态 就是备战率达到80% 对吧 那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里又牵扯到 美国的国防改革 美国的国防改革 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是什么 就是1986年 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 赋予了战区主战 这么大的一个权利 印太战区 欧洲战区 他们可以来调动各种海空军 来为战区来执行任务 但是军方实际上等于疲惫不堪 你作为需求者贫民要求 这边的劳动力的休息和准备 包括物资准备 能不能给你对上 就一方面供给的这个能力 在不断地降低 但同时在使用上还无度 无度 甚至不光是过渡 可能达到无度的程度 吃流水席 为什么他要吃流水席 因为战区有这么多钱 我到一年我得花掉啊 就刚才说的彼得大帝王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2020财年 拨下来的欧洲威慑行动计划 是多少钱 59亿美元 59亿美元撒在海空军陆军身上 那海军得花呀 欧洲威慑行动计划 威慑的是俄罗斯 所以我黑海闹你一向 彼得大帝王闹你一向 因为他得把这事干的 因为特朗普不管这件事 我只增加军费 你怎么改革我才不管 但是你用冷战的框架 然后吃7000多亿 战区不天天吃大鞋 得天天过节 就是不乱地把这钱造了 实际上美国这个事 未必对于别的国家是坏事 对于他的国家就吃坏了 将来就指胆骨唇膏 血压膏什么全赏了 实际上这个军队就完蛋了 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说 开放天空条约 它的象征意义 应该说大于实际意义 那它的存在 象征着双方还有互信在 现在一方退出了 互信没有了 那么未来对于美俄 甚至对于全球的局势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 会不会出现 向另外一个方向 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Rogers 引導 离 军事制高点 抓地